大家好,我是Den 今天我们先来看一下 有很多人后期的一件事情 昨天到今天 很多媒体报道了有关演员韩索尹 被质疑使用四人账号 对Heli留下恶评而一起争议的消息 目前韩索尹已经否认了这件事情 但是关注这个账号的演员成中子 却保持沉默了 首先给大家说明一下整个事情的经过 10月16号 在Heli的官方IG上 出现的一个算命账号所留下的恶评 引起了网友们的关注 该账号的运营者 发表了多则贬低Heli的恶意留言 如你那个姐和Heli加起来也比不上韩索尹 一开始就以为能凑到1700万粉丝 这智商水准 因为韩索尹的关系 Heli获得了那么多赞 应该很开心吧 虽然现在都掉光了 根据很多媒体报道 被视为韩索尹最亲密的朋友之一的演员成中子 关注了这个账号 该账号于今年3月创建 正是韩索尹与演员Heli的恋爱传闻爆发 以及Heli被质疑换成恋爱的那个时期 而这个账号的头像 让粉丝们更加怀疑 该账号就是韩索尹的私人账号 因为韩索尹曾于7月2号 在他的官方IG上发布了同样的照片 所以整理一下媒体们的报道就是 该账号是在韩索尹闻爆发的3月开设的 这个账号常在Heli的IG流酸烟 而那个时候该账号的账号名是这个 之后这个账号将账号名改成这个号 蜂蜜演换成韩索尹曾经在自己的IG发布的图片 韩索尹的朋友和亲戚人士有关注这个账号 昌索尹在追踪人数只有4个人的时候开始 就和那个账号互相关注了 因为是非公开账号 所以必须得到彼此的许可才能关注 因此昌索尹不太可能是误案关注的 而且韩索尹的造型师也在追踪这个账号 所以大部分的韩索尹的网友们就认为 在Heli的IG流扼拼的账号 就是韩索尹的小账号 对此 韩索尹的搜索公司发表声明 媒体上曝光的SNS账号 并非韩索尹演员的副账号 但是尽管所属公司否认 争议也没有拼协 所以所属公司再次发表声明表示 该账号并非韩索尹演员的账号 如若此时不属实 我们将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而陈宗泽的经纪公司则回应 这是个人私生活难以确认 目前陈宗泽已经取关了这个账号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所以说当时发生那件事的时候 创建了账号去给Heli发恶评 事情平息后就把那个账号的账号名改了 然后当做自己的副账号来用 难道忘了自己之前发过的恶评吗 连删都不删 既然不是韩索尹 那Heli可以去提告了 毕竟是算明嘛 结果只有穷穷所变成了一个 关注了Heli黑粉的人 也有可能是韩索尹的朋友吧 无论如何他已经服务了 如果Heli没有打算提告的话 这件事情大概也应该到此为止了 对于这个争议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引起争议的乔努炸机广告 乔努代言了一个炸机广告 但是整整31秒的炸机广告 炸机竟然只出现了2秒 而引起了争议 如果我是广告主 花大钱请来乔努了 就应该要扣他的脸来回本嘛 啊真的太棒了 广告的文案完全说出了我的心声啊 光看他的脸 就让人觉得炸机肯定很好吃啊 为了以后也让他能多拍这样的广告 让他续约 我要多点这个炸机来吃 所以大家也会想吃 乔努代言的炸机吗 我想 啊 啊 你 呃 啊